差不多好像一个钟头吧 为了两堂课的进度切齐 所以今天也要诧题 归扯一个钟头 也是吗 就是 我昨天反正诧题之后就跟同学道歉说 不好意思 我下次再找机会 补几堂正宗课还给同学 那就是 这次诧题就被原谅好了 就是 这种想法 不过到底今天要诧什么题 到时候再来想 就昨天 就是有时候 你想要吼的话 吼过一次以后 心情上面已经平静了 然后今天就觉得 哎没什么好讲的 是不是这种感觉 那 我们今天接下来看讲义 六十九页下面 我们把这个 绍阳跟胆的这个脏象 关于经典的部分 我们再来稍微顺一顺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看这些经典 可能都会觉得有一些枯燥的 但是呢 我的想法是 当这些经典的内容 我之后会尽量找方济 就临床上有效的方济 来证明这个经典的内容 有它的正确性 因为如果找不到方济的话 这些经典可能就变成空谈了 那在这个 绍阳胆的脏象 我们素问里面的 第八篇跟第九篇里头呢 他就说胆是什么 是中正之官 决断出焉 其实这对于胆来讲 对于身为一个 我们说胆是六腐之一嘛 就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于 一个腐来讲 可以说是一种 很尊荣的称呼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 对于五脏六腐的认识 会觉得五脏里面有藏经 五脏里面有藏神 也就是五脏里面是有情质的 对不对 就是喜怒悲思恐这些情质 是藏在五脏里面的 可是基本上 我们在论到六腐的时候呢 并不太会给六腐什么 关于情质的东西 就比如说 小肠是瘦臣之官 就是吸收营养的官 然后呢 胃呢 是苍领之官 就是当仓库的官 这六腐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人格化的描述的 那五脏的话就不一样 五脏 比较有人格化的描述 比如说 心为什么之官 神明出焉 喜乐出焉 什么什么谋律出焉 就是他的藏里面是有 好像这个五脏是有一种灵魂在里面的感觉 就是有人格化的部分 那胆呢 他就是六腐里面 很稀奇的一个有人格化的论点的腐 所以相对来讲 可以说胆在六腐里面 具有某种特别的重要性 他是一个中正之官 决断出焉 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是中正不偏的 所以他可以替我们的身体做决定 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于胆的看法 那这个做决定当然就 我们之前讲到少阳区块的时候 有跟同学介绍过 他是好像我们身体里面很多 很多的情报的网络 我们说守少阳三胶跟足少阳胆 加到一起 这三胶是足少阳胆的油布 这样子遍及全身的一个情报网 他的资料都汇集过来 所以他就变成有权利 帮我们的人体做决定 那我们当然用西医的讲法具体来讲 就是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这个夏世秋 它可以调节我们自律神经 内分泌的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总开关 那这个夏世秋的这些功能的话 在中医的世界里面 也算到胆经的系统 也就是我比较不精确的讲 就是所谓的少阳区块 那所以呢 这十一藏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胆在替他做决定 那这个在中医的临床上面是相当可以验证的 所以我们姑且就接受黄帝内经的这种说法 那一旦我们接受了黄帝内经的这种说法以后呢 就会让人想到一件事 就是西医在看待胆的时候 会把胆看成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中医面对到胆这个的时候 因为它牵涉到胆经 胆腹就牵涉到胆经 胆经就牵涉到少阳区块 就牵涉到人体的整个的自律神经 跟这个内分泌的总开关 就是在中国人的系统里面就会觉得胆十分之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不是流行做运动 他们敲胆经 对不对 打来打去的 那不过呢 换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 好像 如果你去看西医的话 有一些 昨天我问同学说 你们周团没有人胆被切掉的 就有不少同学点头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切掉 那同学就说 因为胆结石 所以切掉 那如果他胆结石真的严重到没有办法 那切掉可能也是无可厚非 可是 在中医的世界 可能会觉得胆结石 它是有一个体质上面的基础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药 胆结石效果还蛮好的 无论是化石排石 或者让他不要再发 效果都不错 所以 说不定同学上完了这一区 这一段关于少阳区块的课以后 胆结石在家里面 大家也可以自己处理的还不错 就是要预防也行 要治疗也行 所以基本上这还不算是很难的范围 那当然我想 西医它之所以会把胆切掉 那理由是因为 在有形的人体来观察的时候 会觉得胆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肝脏啊 喷一些液体出来 还有一个袋子 暂时装一装 然后 然后这个 等到需要的时候 让它挤出来一下 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袋子 好像在人体里面 不是那么要紧的东西 可是在中医的感觉 就会觉得这东西是牵扯到胆经 胆经一牵到少阳区块 那就全身的这个整个的关联性都在上面 所以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切掉胆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切掉胆的人 他的整个自律神经的感觉会 会很混乱 所以他会变成 那个我们中医书上面就是什么 淡淡然如人将补治 就是心慌不安 好像人要 好像有警察要来抓他一样 其实这种形容词是非常贴切的 就是当一个人的少阳区块受损的时候 这个人他的自律神经的这个切换会变得很糟糕 那很糟糕之后 这个人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 神经紧绷跟焦虑的状态 那这样的一种心情 往往是一个切掉胆的人 他的一种副作用 当然你也可以说什么胆是决断出烟 所以这个人切掉胆 会变得很不容易做决定 但是其实人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兮兮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做A也不对 做B也不对 就人都不能够爽爽快快的过日子 那这个时候要吃什么呢 我们之后会教一个方子 叫做温胆汤 就是切掉胆的人就要常常吃一些温胆汤 就是因为温胆汤 它的走法其实跟柴湖汤很像 可是柴湖汤不能长期吃 长期吃会应虚 那温胆汤就没有 不太有柴湖汤的副作用 它一样是调少阳区块的 那吃温胆汤 这样子一段时间就要吃一阵 一段时间吃一阵 它还可以维持这个人的少阳区块的 一定的运作 因为虽然胆囊不在 但是少阳区块你还是可以修嘛 那少阳区块调的比较顺的话 那它的这个切掉胆的这个副作用会比较小 所以没有胆的人大概要 日后要慢慢学习一些少阳区块的调理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不止一个方 我之后会再收集一些别的方 比如说陈氏族的书里面有说什么胆子小的 要吃什么方胆子会变大 其实那种那种药方也会能够调理到少阳区块的 那那些方子日后会跟同学做一个比较快速的浏览跟介绍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观点的不同 所以呢 当我们看待观察一个事物啊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说中医跟西医的对话 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面会变得有一点难度吧 因为中医心目中的胆的重要性跟西医心目中的胆的重要性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关系到一个医学这件事情的本质吧 这件事情甚至不是说中医也一样 就是医学的本质它其实就是解决问题嘛 对不对 那既然是解决问题 它就是活在一个比较负面的世界里面 就是有问题我们才需要解决嘛 所以当一个学门的开始就是负面的能量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学门是无论是中医西医都会走上一个蛮危险的道路的 那当然我觉得有些事情在我的感觉是觉得好像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比如说好像现在听说有女性同胞因为月经痛啊 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说你先怎样怎样 然后如果最后还是痛的话那不然子宫切掉 是不是 有没有 这种话是不是有人开始讲了 有哈 那 我听了之后就说 你的那个大夫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 如果是男医生你就直接说你 如果是女医生你就直接说你老公 你说如果你或者是你老公 高丸痛痛了三个月没好 你要把它淹掉吗 为什么 对男人就这么优待对女人就这么残忍 就是性别其实也有一个限度好不好 可是话虽然这么说就只是笑话 因为如果有一个女生她每次MC来都很痛很痛的话 对她来讲她的确是会想要说切掉算了 这是一个事实上面对到的问题 所以我那种话只能当笑话讲 那昨天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插题的 就是每次我觉得身为中医的从业者 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那种调调 就是说到一个胆就是你看西医都不懂胆其实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割掉什么西医就割掉是不对的 其实你知道常常身为一个中医业者会忍不住去批评 别人不如我们的地方 那可是其实这段日子倒是说 每次我对西医有这种批评的时候 我心里头其实已经不再有这种得意的感觉了 反而我心里头是觉得有点恐惧 我觉得这类批评性的发言再继续下去的话 我好像在煽动我自己 以及煽动在座的各位一个不良的风气 什么叫不良的风气 我觉得就是最近我觉得看到所谓同业人员的一些所作所为 大家可能有些人有上网 这个八卦看的出品比我还要多 那看到一些同业人员的作为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首先是这个地球上面的中医业者 其实有很多人是一点都不出名 可是兢兢业业的在做好他本分的事情 在增进他的功力 这江湖上面卧虎长龙 高人是数不尽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他出了一本书比较有名 或者有些人他在网路上 有他自己的网站讲话比较大声 其实这些人他也不是中医的大多数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我们有时候会买书 比如说买李克少教授的书 胡锡树教授的书 刘杜舟教授的书 那这些人都是让我觉得说 哇 上海能够讲到像这么好 那已经是让人觉得十分之钦佩了 可是他们可能并不是 他们就是一个在学术圈尽本分的人 他们并不是一个会在网路上面讲很多大声的话的人 也不是那种会跟西一起战争的人 那可是 我想我们就是台湾这个社会 一开始我们的政治圈走向这样的时候 慢慢也向人民示范一些不太好的习性 比如说政治圈向我们人民示范说 好像让我们觉得辩论也是对的 其实辩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以对生命本质来讲是相当浪费能量的事情 就是我自认为辩论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台湾的整个风气就是人人都可以辩论 这是一点 而且往往是走到用诡辩的一种角度 那这是一点 然后呢 当人的头脑开始习惯于辩论之后 他有时候会有下一步出来 那下一步出来是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的我们的同业之间 就是网路上或者是自己卖书比较有名的同业 他可能一本书里面十分之六七都是在骂西医如何害人 也就是说他花在攻击西医的时间跟精力比他分享中医的时间精力要多 就他花很多时间骂西医 然后人家就找他看病被轰出来之类的 那他实际上 他中医的医术也好像也 比如说也没有交出很多土地或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人忍不住的想说 就是说在我的立场吧 就会让我觉得有点毛矛盾 就是当我在批评说 因为比如说我们教过的内容 我觉得比较保守一点说 就是糖尿病高血压 我觉得我比西医有把握 糖尿病跟高血压 我蛮确定我比西医有把握的 那治疗善良区块的病或者是治疗感冒 我想我们学中遇到现在 可能也会知道我们比西医看得好 对不对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会知道说 我们处理的还不错 至少比市面上很多其他的从业的医学 从业人员那样做得好 那这些当然是蛮值得高兴的 可是抓着西医的一些把柄 然后不断的去攻击西医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当我在班上有时候提到说 这东西西医可能处理得不好之类的事情的时候 我不太想要说我在这边带起一个风气 就是好像我们应该花时间去批判或者奚落 或者是去毁灭西医这些这种想法 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比较讲话大声的 就是网路上面或者是以著作来讲的这些同业者 往往有一种很奇怪的习惯 就是写书也是网站也是 就是很喜欢做时事评论 就拿一段什么报纸报道 然后说西医讲的多荒谬 然后这样骂骂骂骂骂这样子 那我想说这个做法来讲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会知道他因为那个人 那些人他们觉得西医带给我们的伤害很大 所以我们要让人民放掉西医 然后相信中医 同路中医的怀抱 这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吧 可是 整个做法上面 会让我从行为的结构这些事情上面 感到一种不太能够认同的心情 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说这个病西医医的不太好 我们中医的还不错 或者说张仲锦医的还不错 其实那只是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觉得说人家会很困扰的问题 我们大概自己在家吃吃药就解决了 这让人觉得学中医还蛮幸福的 我觉得我希望我只停留在这种感觉里面 那我不想做得更多 就是我并不想对西医或者什么人宣战 因为宣战这件事情啊 其实有它的一个蛮不妙的点 怎么讲呢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些 比较在态度上面对西医宣战的同业人员 他们这些同业啊 他们好像教学的功力 蛮跟不上他们骂人的功力的 也就是你要让中医复兴 你要让大家相信中医 你得先制造出非常大量的中医 人才才有人可以相信啊 那如果你的教学跟你分享你自己医术的能力 没有那么好的话 你这样要抛弃西医 然后呢 那些好用的几个中医 又是那种臭脾气 动动把人烘出去的 那你今天抛弃西医的人要干嘛 去跳河嘛 就是你先制造出足够的同业人员再来讲这个话 不是还来得及吗 这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当我们陷入了这种跟西医的战争 这些论争的时候 我觉得看我们的同业啊 谈到西医的一些说话方法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也搞不清楚是你海下带有头 还是黄成一带的头 就开始做时事评论批评中医这个风气 然后一旦有人开始了 其他人又糊里糊涂就开始跟风 然后大家都喜欢这样批评西医怎么样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那种所谓的权威角色 比如说当年什么 你海下的那种那种什么 应该说什么 他们购买者网站还怎么样之类的 这种学生网站那种消费者网站 好像因为他们老师是说西医药场如何如何邪恶 所以如果有同学看到有什么西方电影拍的是邪恶的西医药场 就赶快跟同学讲说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啊 他有讲西医药的邪恶啊 管老师说的是对的啊什么的 就做一大堆跟出学中医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那这样的一种选择方式它的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它的风险在于啊 我觉得我在教庄子的时候其实屡屡在触及到 庄子里面会不断触及到这个议题 就是什么样的力量是中国人说的真力 就是我们练功的人不是要练内功嘛 练功就是真力 那什么样的东西叫做假力 这个问题 那什么叫真力什么叫假力呢 这个真力的意思就是从正面能量创造出来的事情 假力就是从负面能量创造出来的事情 那现在的这种中医希望能够打败西医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属于我们说的假力的范围 就是说他要打败西医的理由是因为西医害人 我们要消灭这个邪恶的东西 就他是要以打败就是要他不要什么 或者他怕什么那种前提来取的愿望 那当我们的愿望的基础是怕什么不要什么的时候 那做出来的行为就会形成装子里面说的假力 什么叫假力 就是你拼了命在做好事 可是没有办法造成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用负面的能量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 那我们比如说爸爸妈妈怕小孩子将来过得不幸福 所以拼命叫他什么叫上好学校 然后努力用功 然后考上什么大学 然后这小孩子被逼得做这个做这个那个 然后就处在一种很被动的人生模式里面 然后处在一个被动的委屈无奈人生模式里面 他可能成长过程的十几年之后 每分每秒都没有机会去体验什么叫幸福 等到有一天他当到社会精英了 他也感觉不到什么叫幸福了 因为他心理上面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但是这些父母他是因为怕小孩子不幸福 所以拼命做这些事情 又或者我常说的例子说 我们怕别人不喜欢我们 然后就对人百般讨好 百般妥协 百般委屈 然后到最后人家会怎么样 会更看不起我们 所以以怕为动力所做的事情 其实在行为本身是具有高度的风险的 那庄罗子里面有一个篇章是专门在谈这个真理假理的 那好像庄子第三十几篇的渔妇篇 那渔妇篇他就讲说怎么 他讲说有一天孔子遇到一个老渔夫 然后这老渔夫就批评孔子 那他老渔夫批评孔子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一直放到现代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他就说你们儒家 就孔子所开始的儒家 这个儒家不包括孟子 因为孟子跟孔子的做法是相反的 就像老子跟庄子做法是相反的一样 就是孔子呢 他的儒家系统是建立在 我不要这三个字上面产生的 就是可能他看到人家家庭里面纷争很多 他不要这个不和谐的家庭 他讨厌这个混乱的社会 所以他就说 所以我们要教小孩要守礼貌 然后要胸有地公 父慈子孝 这样子才不会有家庭暴力发生 就是在中国人的认识里面 是就是儒家这个家派的开端 是来自于我不要 那从我不要这三个字开始的所有的努力 在庄子这部书里面的批判就是说 全部都是假力 就是你会花很多力去扮演一个好人 做很多事情去 让人家觉得你是很尽心尽力 让这个世界好起来 但是这个世界不会好起来 那如果从这个真理跟假理的立场来讲的话 就好比说 当我们这些有些中医从业人员 他开始要跟西医的世界拼斗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些多余的事情开始发生 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中医业界 但不能说很多 我觉得这些网络上面这些都只是少数了 因为有更多中医的业者是正兢兢业业在做他份内的事情的 但是这个网络上的风气就变成说 大家觉得人民都已经被西医洗脑了 我们要拯救这些可怜的群众 我们必须把他洗脑洗回来 那要把人家洗脑洗回来呢 就像我曾经遇到那种跟我聊中医的人 他就跟我说 比如说他写一封信给我 就说我们要推广中医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说了很大很大的字眼 他要有正信啊 正信好像是宗教类的东西用的是不是 就是人类要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够推广中医之类之类的 那其实我听到人家说到正信这种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是认得住 我会说 我会觉得说我跟同学之间的互动 就是桂枝汤是这样对不对 你吃的桂枝汤会好 那麻黄汤真的是这样 你吃的麻黄汤会好 柴湖真的是这样 吃的柴湖汤会好 那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正确的 有什么好进去正信的 正信这种东西不是那种 因为人死之后 有没有天堂可以上 没有人会活着回来告诉你 看不到摸不到的 所以才要你相信 那才叫信仰啊 我们这都是可验证的事情 有什么好信仰的 就是这就是事实而已嘛 对不对 桂枝汤讲的东西就是事实 就是所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 不可相信这件事情上面啊 就是死后到底有没有很多功德 可以上天堂不知道 所以要告诉你 你要相信人有功德啊 对不对 就是都是不知道 所以才要建立信仰嘛 那能够验证的事情 为什么需要信仰呢 就是这其实一点 而当讲到正信的时候呢 其实人就会开始有一种倾向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一个身为中医的人 会斗不过西医 那是因为大家都被西医洗脑了 可是在我的立场会觉得 人现代的人会那么样子 被西医控制 实际上讲白一点就是因为 现代的人是被恐惧控制的生物 因为被恐惧控制 所以被西医控制 这个东西是一开始决定了这个人 会不会选择一个害他身体变坏的疗法 那是因为这个人一开始就因为恐惧控制 他是怕他身体不好 所以去做那么大的身体 又不可以吃糖又不可以吃怎么样 对不对 他都不是病死也是饿死吧 对不对 就是就是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因为血糖高 然后就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 之后动靠很快就胜衰竭之类的问题 那是因为那个人他受恐惧的控制 所以才会走上这种绝路的 就像是我们伟大丁入教的外祖父 对不对 就是常要被你让西医说只能活两个礼拜 他就说妈的 就到这个时候了 如果还不吃糖 不劳本来不及 然后天命喝可乐啊 然后过得快乐的生活 然后不知道活了多久 活了两个多月 活了两个多月 后来是摔死的 不然还继续活下去 就是就是人越是好 有时候 所以我前一阵子在看一下日本人写的书 他就说其实 其实你说这个人要小心翼翼什么 不能吃盐不能吃糖 怎样怎样 我们不姑且不说这些东西是对还是错 但是他说你难道不觉得人活在这种状态 他很神经紧张吗 就是他会紧张到那个人整个生命处 再变得达到一个更低级的状态 所以我们助教告诉我说 在医院里面看到糖尿病患者 那叫恶鬼地狱 就佛经里面说 什么东西都在眼前 都不能吃 就是当活人已经活到恶鬼地狱 我看你赶快去吃老鼠药算了 就是这已经没有什么活的乐趣可以讲了 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所以你说人是不是要对生病有这种恐惧 我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怕身体坏下去 那你就吃老鼠药嘛 死人是不会感冒的 对不对 人就是到最后就是走上那种绝路 而人会走上那种绝路 这不是笑话 就是因为人很容易受恐惧的支配 那受恐惧的支配的人 会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就把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 就是因为人本身喜欢受恐惧的支配 然后西医的存在 其实也可以说只是人的 这样的个性的一个具象化而已 就是那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我会觉得当人类不能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的时候 你我们没有办法跟什么西医作战或怎么样 因为那些所有的所谓的西医受害者 我说所谓的 因为西医到底那个叫不到受害者都还不一定 就是所谓的西医受害者是因为那个病人本人非常习惯的受恐惧的支配 所以才会选择那条道路 所以才会觉得把什么东西尽量割掉或怎么样 就比方安心 这都是人的基本个性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的受恐惧的支配 那就是所谓的假力 就是做很多努力要自己健康起来 就反而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 你的意识上再怎么觉得我是要健康的 可是因为你的动机是恐惧 所以你会害你自己变得更不健康 这个不只是健康的问题 任何一个层面都是这样 包括经营公司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只在防范问题解决问题 通常公司都会搞坏掉 那当我们人动到负面的力量 而你不敢从正负或者是真利假利这个点 去处理这个核心的部分的时候 就会产生接下来的状况 接下来的状况呢 我有时候会说 这是在我们中国称之为儒家的选择 那因为为什么要说儒家的选择 因为中国因为当初做了 在政治上面做了儒家的选择 乃至于相当重要的属于真利的这个道家的选择 被驱逐到了中国之外 就是好比说什么叫道家的选择 道家的选择就是如何当个达人 那你看我们现在要看到关于达人的事情 那看日本连续去日本卡通片才看到的道路 就是什么真的是拉面达人 那是什么达人 那达人它的基本定义就是一个人 他的专业能力已经到达了只有感知力跟表现力 没有思考力的程度就称之为达人 那是一个基本定义 那当然我们不管说每一个人都是达 都能够到达达人境界就不行 但是你会看到 如果我们是看这个日本的连续剧 因为日本他们非常接受道家的达人的文化 那在连续剧会看到说 比如说什么上班族的连续剧 对不对 他会看到说他公司有一个人 比如说看到他的一个前辈一个同事 非常认真 然后要说